哈喽,我是老雷 好消息 刘霞 终于 被放出来了 我好开心哦 那么这个刘霞是谁 而且怎么被放出来呢 首先刘霞是刘晓波的老婆 如果你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的话 那么你别看我的视频 别看了 不是说禁止你看 你可以以后再看 但你要先去做一些功课 你去搜 你去了解 你去跟其他人聊 了解了刘晓波之后呢 你再回来 好吗 不然的话我们很难交流 那么怎么被放出来呢 刘霞 本来是被软禁了 什么意思呢 刘晓波不是刘晓波的老婆吗 刘晓波不是08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 叫零八仙障 要求中国共产党让中国民主 这么一回事 当时08年的时候刘晓波被抓了 被当局判刑 然后说是以什么罪名 是以煽动垫覆国家政权 被判刑 11年 要做11年了 结果刘晓波可惜没有能 没能等到 那11年过了就在监狱里面死了 得了病 好像这个监狱里面 就是中国监狱里面那个医疗不是很好哈 那么刘霞 他没有被判刑 没有 被放监狱里面了或者啥 但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当局 还是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刘霞作为刘晓波的老婆 有那种guilt by association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你还是这个 这个人不好 我们不帮你放监狱里面了 但是我们也不想你到处跑 所以说被软禁了 软禁的意思就是说 刘霞在自己家 自己房子 然后共产党会跟外面的人说 这个人完全自由 没事 只不过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公民 想干嘛就干嘛 但是实际上 他不自由 实际上他被软禁了 他的门外放了一些警察 一些秘密警察 一些编译警察 还有一些流氓 任何一个其他人要去看他 看刘霞 都得通过那些警察和那些流氓的通议 刘霞要出去的话呢 也得通过那些警察和那些流氓的通议 所以说这个刘霞可惜就 被软禁了 其实是一种 把自己的房子当监狱的那种行为 那么今天的那个那个好消息就是 刘霞终于被放出来了 我很开心 光泉水 但是那些光泉水是不是一个不一个牛逼 你看那些 他的那些广告话 什么一个什么山呢 一个什么山泉呢 有什么湖啊 有什么河啊 好 好 我在想 中国不是有那些所谓爱国人士吗 那些我们可能会骂他们为五毛的那些人吗 我觉得那些人 他们要说这个好这个刘晓波 死得活该啊 被关起来活该啊 他不应该那样煽动 垫覆国家政权啊 我觉得这个 在他们自己的这个 逻辑体系里面还说得过去 你先建立了一个这种 一个逻辑系统 这个逻辑系统我 我老雷可能不同意 但是你在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 你还是 还是有道理 但是刘霞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他们 他们 他们会怎么洗地呢 你知道吗 因为刘霞 他没有写什么 零八宪战啊 或者是他 他没在那说错话 那你 你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种所谓爱国人士 其实也不 只不过是爱党人士 你会 怎么 给党洗地 会说这个 这个女的 因为她是刘晓波的老婆 所以她必须得被软禁 这个你怎么说得过去 我想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五毛的一种 一种痛苦呗 你总得 为一些 很反人类的那种行为 照借口 是不是 累了吧 不过我不心疼你啊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好 那么刘霞 今天这个消息是 终于 获得了这有 坐上的一座飞机 去哪里 去我们德国 我当时在想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怎么是德国 不是美国 记得那个 盲人律师吗 好像是山东的 陈光诚 当时人家跑 跑到哪里去 先跑那个 美国大使馆 然后跑美国 我这么一个德国人 哈 我不是西德人吗 对我来说 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八九十年代嘛 尤其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那个柏林墙 还在 或者是 刚倒了 那个时候 美国 它代表着一种自由 包括 对我们西德人来说 它是一种 它是我们的 好兄弟啊 它是我们的 也可以说是 是帮助了我们 就是二战之后 也是一个榜样 我们喜欢的什么 音乐啊 或者是电影啊 或者是牛仔裤啊 你知道我那种感觉 是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就觉得 美国代表着自由 然后 那个陈光诚 是什么时候跑的 也是几年前的事 好几年前的事 那个时候 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人家 肯定会跑美国去 美国不是有 自由女生吗 她不是那个 代表着自由的国家吗 但是 一八年的时候 川普的那种美国 我怎么会觉得 他来德国 或者他去德国 好像很正常的事 或者是去一个欧洲的一个 比如说北欧啊 或者法国 或者那种地方 是个正常的事 美国 他好像变了一点 这是我第一个 对这样事的一种感想 第二种感想是 刘霞 他出来了 但是 他的家人还在中国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要这么想 刘晓波 在那些五毛和那些 爱国人士 或者是 在我们这么说吧 在当局 眼里 犯了一种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种罪 在一个法治的那种国家 一个正常的一个 一个 一个那种 政治体制下 他被判刑 或许是应该的 在自己的那个 符合自己的这个逻辑嘛 你觉得他有罪 那就他有罪 他应该付出代价 但是他的那些家人 跟这个无关吧 就是 假如说 我老雷 我 我杀人 关我妹咋回事 关我弟咋回事 关我爹咋回事 对不对 关我什么 大爷咋回事 在一个正常的 法治的那种体系下 我们会说 好 你犯罪了 我们把你关起来了 但是你的家人 跟这个事情有关 除非 他们真的跟这个事情有关 他们帮助你 或者啥 他们是你的帮手 那么当时刘小白被关起来了 被放监狱里面了 刘小只不过是因为她是她的老婆 所以被软禁了 所以现在这个刘小放出来之后呢 活得了自由之后呢 他其实也还不是完全自由 因为他的家人还在那边 如果刘小现在说错话的话呢 你也知道中国共产党有那种德性嘛 刘小他弟弟还在那边 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家人 就算弟弟出来了呢 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姥姥啊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谁啊 一个表弟啊 共产党想抓谁就抓谁 就说好 你给我乖一点啊 你出去了 你在柏林 你就闭嘴 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 但是如果说你说错话了 你比如说你你说一些关于刘小包的正正相啊 关于刘小包的那个 怎么得了病啊 怎么死啊 那些正相 或者是你的故事呗 你讲了那些事情 那么你的家人可能要付出代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我想到的一个问题 刘小他真的自由吗 不一定 而且会不会有一些在德国的一些所谓爱国人士 那些小粉红 或者是一些间谍啊 也会叫他麻烦 哎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很脏 可怜的刘小 也可怜的中国 第三件事 为啥 现在把它放出来 而且 以什么代价 这个刘小其实 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人质 西方 或者是我们就 什么欧洲啊 美国啊 加拿大啊 就自由世界嘛 这些民主国家 他们无法关注所有中国 所有中国共产党那些迫害者 迫害者多的是 但是你无法全部都关注 对吧 那么一些有有名的 比如说刘小波呀 刘侠呀 或者是陈光诚啊 或者是 就那些 受害者当中的那些明星 自由世界或者是 民主世界 我们还是会关注 比如说媒体啊 政治人物啊 会说你共产党对他怎么了 你能不能乖一点 能不能给我放出来啊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人变成了一种 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人质 就跟那些朝鲜的一些人质是一样的 朝鲜 抓了你一个学生 就美国呀 抓了你一个什么 一个教父啊 抓了你一个老师 把他放在一个劳改那种地方 那么你美国就着急了 你这个事情要这么卖给自己的那些老百姓 所以说 你一旦跟朝鲜谈任何事 都跟你说你给我乖一点 那些我或许把那些人给你放出去了 对吧 那些我抓了那些人 我可以放了 我也可以不放 那么刘霞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人质 那么人质总有一个代价 对吧 就是说 我把人给你了 你给我什么 我在想 这个德国 默克尔 他怎么给什么 应该我觉得哈 这个我不是 我不是很喜欢 这种 这种讨论这种方式 就是我在这 猜测 我说他 我觉得他给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timing 就现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只有跟贸易战争有关吧 只有这种可能 去年开始谈这个事 一年前开始谈这个事 一直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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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李克强放文柏林 今天 给你放出来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共产党 面对着Trump 那种贸易战争 Trump 没有做一个 没有搞一个那种 民主世界的那种同意 战线你知道吗 他的一个愚蠢的地方 就在于这儿 我觉得你跟中国共产党 搞那种贸易战争 你搞呗 但是你能不能先 加拿大 欧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韩国 所有那些 你能搞定的那些 靠谱的那些盟友 你搞定了 然后你一起 对付中国共产党 但是人家没有 因为人家是Trump 人家在那儿瞎玩 加拿大得罪 欧盟得罪 还说要脱离北约 那种愚蠢的事 结果呢 中国共产党就看到自己的这个机会来了 就说好 那我现在讨好欧盟 欧盟很大呀 这个市场 哎呀 我觉得这些事啊 一个正常的一个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一个timeline 这个timeline就是 Trump 胜利了 美国变成了一个Trumpstan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另外一个timeline Clinton胜利了 或者另外一个 我一直重顾自己的话 我喜欢那个Casic 就那个 呃 GOP的那个保守的那个叔叔 如果他胜利的话呢 一个正常的一个美国总统 他会跟默克一样的 每一次访问中国都会去看一些那种 比如说那个 人权律师的那些老婆呀 或者是会说一下这个刘侠怎样啊 或许会做贸易战争如果需要的话 但是会搞那种那种同意战线啊 但是Trump真的直播是个垃圾啊 在那说说说说说说 唉 我不想欧盟 跟中国 一起对付美国 那我觉得那样的话 整个 这个这个民主啊就 这个世界就泡汤了 就不行了 嗯 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些 一些感想 留下出来了 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希望他在柏林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他在那开心 希望他能找到一个 能够帮助他的一个那种心理咨询 我觉得那种软禁之后呢 在他身上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呢 那也 严重需要心理咨询 共产党那么狠 共产党那么狠 有了一个什么病啊 也是一种癌症吧 然后就没有治疗 就让人家惨死 然后说 啊 不是我杀了你 是你自己死了 这种德行啊 真的 这个叫文明吗 文明古国啊 古倒是古 但是谁不古呢 那人一直都在 那些什么文字啊 多一千年少一千年 那些人一直都在 那些吃的东西一直都在 那些 那些路 有的时候在 有的时候不在 那些房子 有的时候在 有的时候被谁毁了呀 古怪啊 文明啊 好 这个伊朗也会说 自己是一个文明古国 跟中国一模一样的 会说 哇 那个时候我们有多么的强大 你们 然后这个你们指的是 自由世界 指的是民主世界 我说你们能不能 认可我一下 我有多么的文明 我有多么的古 古老的古 这有点像那些 那些 那些 空泉水的那些广告 那些空泉水的那些广告 Natural mineral water from the peaks of Mount Sabalang from the peaks 真的 农夫山泉 是山泉吗 好 拜拜 祝刘翔和所有其他的那些被抓的被捕的 没有被放出来的 那些人祝他们好运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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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